马华江会跟期间大学在台湾有一个合作的一项属 主要就是协助提高更多的马来西亚的人得到我们叫做机制教育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来协助栽培更多技术人员来响应首相 所推行的国家经济转型 因为在这个经济转型在这个十年内将会制造最少三百万的新的就业机会 而从这个三百万的新的就业机会 仅要有四十发现的就是需要技术人员 除此之外我们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一些学生我们说第二次的教育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